大家好,我是仙游居士 跟着我继续平坦党的北部环岛之旅 离开奥仔底以后 我们来到了仙人井这一区域 这里是大片的礁石 这个巨大的石洞就是仙人井了 崩大的时候 这里的海浪异常的熏涌 从仙人井附近穿过村庄 在北侧也有一些天然的海滩 晴朗的天气下 淡蓝的海水 点缀着漂浮的渔船 离开这里 下一站是北港村 在村子前面的大桥附近 这里有一大片草地 有农户散养的黄牛 还有几头一直好奇地盯着我看 旁边的北港村 意味在君山之下 面朝大海 如果你想清早起来 就可以看到眼前这一切 可以选择住在村里的民宿 村子背后 拐角的公路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眼前的环岛公路 大海 小岛 绘成这里最美的风景 继续往前骑行 君山驿站这里的风景 也是极好的 再往前一点 这里是净沙 这里的海边 是大片的黑色礁石 退潮后的浅滩是这样的 非常有特色 这片区域海螺很多 我还在这里捡到了好几个海胆 这是刚才赶海的收获 我甚至在这片浅滩里 看到了三条带雨 虽然我没抓到 但我可以展示一下 我没有抓到的 离开这里以后 你会在路边 看到越来越多的 风力发电风车 这也意味着 我们来到了下一个地方 长江澳 这里有绵延几公里的 细沙滩 海浪打过来 是一条长长的线 每个浪花过去 地上会冲出好多蛤蜊 退潮后 会有一些人在这里挖阁里 虽然挖不到太大了 但就是挖得很开心 在路口跟我一起下车的老大爷 则带着专业的工具 配带好工具以后 很快就忙碌了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之后的路上 我在某个村子里还发现了村民种的火龙果树 这些全都是 幸好我还见过这个东西 不认识 后面的路 每隔一段都会看到一些渔船 还有正在工作的渔民 在平潭岛的最北部的这些区域 你会看到非常多的锋利发电机 点缀在山头 公路旁 这是岛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片区域 不过电瓶车骑到这里也该返程了 下午三点左右 可以去西航农贸市场逛一逛 这里每天下午会有新鲜的海鲜 在三点钟开始运过来销售 这个也是海里的吗 海里的 这个叫西式蛇 这个和淡水里面有点像吗 这个是海上的 好 这个是海上的 好 这个是海上的 好 这个 卖东西的人 有一些是专门的商贩 还有一些是钓鱼人 和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者 这个东西我也不敢拿呀 用这个盆给它缠起来了 今天买几条八爪鱼回去尝一下 平潭有一种海螺很特别 它的挡片像一块漂亮的舌头 平潭当地的水果也很好吃 路边老大娘自家的五花果很甜 还有当地的香瓜 荔枝 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吃的荔枝就是这个品种 另外平潭路边的树很特别 是绒树 一条条的根系垂下来 比那些各地跟风乱摘的梧桐树好多了 非常具有地域特色 这天晚上 民宿里的一对情侣赶海抓了很多海胆和其他海鲜 我帮忙他们处理海胆 最后一起吃了一顿美味的海鲜 这是生活在海岛上的一大乐趣了吧 经过刚刚的摸索 海胆 处理技术已经前熟了 另外县城里一些本地特色的美食也很值得尝试一下 比如这个八枕炒糕 老称滑粉汤 都非常好吃 如果你也想来这里赶喊 看风景 就赶快行动下来吧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订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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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